高鐵一地兩檢疑問多多 刁鑽問題哭起大家 電人玩具不僅電到你彈起 還有致命危機 失眠慘過大病 坊間五花百門的方法自失眠 哪種有效立即凍張細亡 歡迎大家收看東張西望 根據最新的數字 如果你想輪胱屋的隊伍 現在要排4.6年 不過如果你想極速上車 也有辦法考慮一下空窄 Ashley, 為了上車, 你可以去到多盡? 對我來說真的不行 因為我覺得家裡回到一個舒舒服服的地方 如果要我回到去 提心跳膽, 擔驚受怕, 真是不可以 我百無禁忌 因為我覺得你裝修一下 又浸新的油, 跟新的一樣 但你始終改變不了 那裡曾經發生過命案的事實 香港很多地方都有人過過新的 再加上我是不迷信的 好吧, 我不會阻止你去申請 說說香港煮屋的問題 一向都不少 但最近交通引起不少, 關注嗎?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不懂得回答 人人都不知道 說的是最近熱空空的高鐵 政府昨天公佈了一地兩檢的方案 但當中的細節位處處其來 萬一出起事上來 到底是香港來還是內地來呢? 根據現時政府公佈的方案 高鐵香港段的路軌 是屬於香港管轄範圍 但是, 車廂在香港 無論是走、停、還是上下客 都算是內地的口岸區 走內地的法律 問題就來了 原來有一個就能生的內地孕婦 坐高鐵來香港 到了香港路段, 列車突然故障 乘客要下車走到軌軌 而孕婦就在軌軌上生了B 究竟這個寶寶是不是香港人呢? 內地 為什麼? 那你還沒過境, 還是分開兩邊 我覺得是技術問題 我如果是精神上, 應該是香港人 我覺得應該沒有香港人 為什麼呢? 應該不是香港人 是呀, 還沒過關 是呀 但因為他由車卡走到軌軌的時候 其實沒有經過出入境的手續 就算是軌軌屬於香港段 也可能屬於非法入境 但始終如果是鐵路或軌軌屬於香港 屬於香港境內出生 如果在車廂生產, 他就是內地人 第二條, 假設我搭的高鐵 還沒離開香港段 但正在上在內地封鎖的網站 那我又會不會被人抓呢? 你覺得是否有可能? 行不行? 當然不行 不能上去 為什麼? 大哥 但還在香港境 香港境, 大陸會搏掛 純粹是看一些社交媒體的話 是沒有任何反應或回應 都是沒問題的 但假如你看到一些信息 例如是一個稱讚 或者是公仔表示你同意的話 就可能等於你已經上載了 或者你發佈了你的信息 去贊成某一種說法 如果你贊成內容是違反了國內的法例的話 也可能國內公安可以執法拘捕 拘捕高鐵西九龍總站 其中兩層就是入境層和出境層 一樣都是同層兩檢模式 無論乘客離港還是底港 都會一層搞定 那又假設有個人在回香港的車廂上 插了人一刀 然後兩個人都入境 然後傷者才送院不治 那插人那個 要不需要跟回內地法律被判處死刑呢 行兇者都入了香港境 但香港因為跟國內沒有移交罪犯協議 就等於一個國內犯罪的人 就來了香港了 其實國內不可以來香港逮捕 已經入境的行刑犯人 又如果有兩個人分別 站在香港境和內地境的邊界 在內地境的打在香港邊境的一拳 那在哪方面執法 打人的實施犯罪行為 就在國內的界線之內 所以它犯罪行為的司法管轄的地區 應該屬於國內 其實都是國內的公安執法處理的 別看我奇貌不揚 曾經有人稱讚過我是個好爸爸 看不出你這麼快有個兒子 一兒一女,金毛 你這些爸爸自己不染頭髮 就找一對子女來教票 我是說我那對金毛尋毛犬 我每天都會跟牠們放狗下街 餵牠們 又會定期幫牠們檢查 身體上有沒有什麼寄生蟲 那你這位狗爸爸真的要小心一點 我正在說的 不是要小心你對寵物那對子女 而是你自己本人 根據調查報告 全港至少有五十一萬隻貓狗 自養貓狗的家庭超過二十四萬戶 不過自養貓狗竟然有致命危機? 在日本發生了全球手中 因為感染牛卑所傳播病毒 而死亡的個案 一位日本女士 在街上被一隻 染了牛卑的流浪貓咬傷 十天之後,不治身亡 牛卑間接拿人命 難免令貓爐擔心 今天我們來到收養流浪貓的梁太太家 跟牠聊過 牛卑就這麼大隻 牠吸血會比較大 有很多隻腳,很硬的 最厲害的一次過捕多少隻? 二十多三十隻 夏天是最嚴重的,下雨 貓通常躲在草叢 不止牛卑、塞,都黏滿了 黏滿了牛卑,已經咬得牠們很厲害 牠很爛 牠們一向有位置流浪貓 亦說不擔心牛卑 更加不擔心被貓傳染病毒 不過牛卑對於動物 甚至人都有一定的危險 最主要可以引起貓狗的叫牛卑兒 牛卑兒可以導致牠的血液裡 紅藥球受破壞 很快的時間導致一個很嚴重的貧血 而導致死亡 這次日本的女事主 報導說牠是被貓咬所以傳染的 牛卑兒有這個可能性嗎? 這個可能性我們不可以排除 有一個可能性是怎樣呢? 因為這個市主有接觸的貓 貓兒有一個牛卑在這裡 這些牛卑可能曾經咬過這個市主 而引起一些斑診熱 至於在人來說 因為牛卑可以傳染一具刺體給牠 導致引起一個叫斑診熱 嚴重亦可以導致死亡 牛卑通常在夏季、下雨之後最活躍 牠們最喜歡跳在貓、狗的頭、頸部 和耳朵位置 大家帶寵物出門 盡量避免去草叢和樹林 還要定期幫寵物滅室和滅蟲 Ashley,你就是女神 但你有沒有試過被人弄固你? 我當然有 我試過中學的時候去游船河 我站在船邊 然後有位男同學在我後面 坐跑一下衝過來,把我一腳伸到海中 坐跑?然後怎樣? 然後我的泳衣衣衣力太大 所以所以我若無其事地拉它下來 所以這次教訓之後 我決定以後穿比肩尼也要綁得逼在拚 我小時候很喜歡整故人 所以有一次,我試過一早點回到班房 就躲在我櫃裡面 想著當老師進來點名的時候 點到我的道具,我就爆出來 怎料老師這次進來就沒有點名 我就傻了在梅裡 坐了大半堂, 最後自己慢慢走出來 那老師最後有沒有罰你? 沒有, 他說同學們的嘲笑聲 已經是我應得的懲罰 所以說這個故事真是很好的教訓 告訴我們有時候玩歸玩 好像現在市面上一些所謂的玩具 玩起來的時候, 隨時都真的很危險 電力十足, 人人都碰到頭暈暈 我不是說我, 我是說他 早前牙籤腦的出現 引起家長對玩具安全的關注 大家隨即發現 內地一直在賣的多種電人玩具 只要一碰, 隨時電都會彈起 在香港, 甚至內地網購平台 隨便找到各式各樣的電人玩具 為了整股人, 它們化身成為文具、玩具 甚至食物等等的造型 隨時碰到你一個措手不及 當中有些所謂的玩具 似乎有很強的攻擊性 像這個電人狼牙棒的釘這麼尖 隨時惡作劇變慘劇 它們最便宜的幾元就有交易 帶人小朋友也很容易買到 有些還寫明, 學生電人筆 電人玩具更加早已殺入香港 有店舖擺滿了五幅牆 不過全部都只用透明膠袋包裝 警告的字, 一個都沒有 這個有沒有哪幾款好賣 最好賣 對, 在北部最多 如果說中學生就是這些文具 那些就比較多 價錢由二十多至六、七十元不等 不過店員就大力向我們推銷 一些價錢較貴, 威力較強的玩具 這個有無電和低電、大電 如果大電的我們玩, 都會覺得痛 大人也痛?小朋友玩不更危險? 我們分別從內地的網購平台 和香港的店舖買了幾款電人玩具 包括香口膠、手提電話 原子筆和計算機等等 究竟他們的電力有多強? 真的每個都能碰到, 都能碰到彈起 有人還痛得吊也吊不及 更可憐, 碰到手指頭都紅了 我已經有心理準備了 其實被電完之後, 都挺避免 很奇怪, 這些玩具是安全不安全的 想知道安全不安全 首先要知道它的結構 要拆開看看裡面有什麼東西 我們看到裡面是電池供電 另外主體是一個線圈和接觸面 線圈形成一個線路, 像浪線路一樣 當我們切電的時候 線圈形成一個很高的密充 結構很簡單, 根本非常便宜 一損都不需要, 所以很容易製造的 其實這些所謂的玩具電壓 會不會很高? 會的, 其實它全部是密充電 密充電壓是非常高的 究竟他們的電壓有多高? 電壓升到536屋, 也非常高 通過測試 我們發現四款電人玩具的電壓 都非常高 大部分都超過500伏特 香港家用電源電壓都是220伏特 這些玩具真的不是很危險嗎? 其實平均電壓比較少 因為它只有密充 所以平均做之後, 電壓也會低 只不過密充電壓比較高 所以很多人會不舒服 教授說單手玩, 輕側電都麻痺 如果雙手同時觸碰症腹肌 電壓會通過心臟造成危險 手汗多的人, 觸電感覺還會更強 就算不是電傷, 也有造成意外的可能 有時候我們觸電引起的意外 不是因為電傷 主要是因為碰到電 然後突然移動, 碰到或跌到 反而因為這樣, 傷害更多 所以絕對不能少看這些電人玩具的 殺傷力 連醫生也被他們電到彈起 請上口交 好, 按好 是, 可以的 其實… 這是什麼? 這些電人玩具, 現在很流行 其實對人體有沒有影響? 怎樣? 我想小側就害怕 好小共這樣 第二, 手指是鼻了, 而且痛 不過有些人可能放在口裡 因為口水的煤介, 傳電多一點 就痛多一點, 鼻多一點 更加不舒服 不過如果電壓大的時候 可能有些病人就會真的論盡 我想最重要是心臟有問題 例如特別是小孩子或大人 他的心率不規則 真的影響能量很大 令心臟會跳得更淪盡 更亂, 甚至要停頓 這個真的可以死人 失眠慘過大病 坊間五花百門方法治失眠 哪種有效? 床上用品原來都會影響睡眠質素 稍後東張細亡 回到第二節的東張細亡 恭喜港隊十九歲的游泳健將何思培 他已打破香港紀錄的成績 打入世界游泳錦標賽的決賽 對, 他更加打破歷史 成為了香港第一位 晉身世界游泳錦標賽決賽的榮首 在今晚十一時半 就會進行二百米自由泳的決賽 很緊張 他今晚要跟很多世界級的高手比賽 但思培, 你一定要加油 全香港都在支持你, 你一定要贏 你不要給他那麼多壓力 待會他失眠就不好 失眠?不用怕 我們東張細亡, 有滅法 都市人生活壓力大 在香港, 每十個人 就有一個有失眠的困擾 那種痛苦真是苦了弟弟自己才知道 除了吃安眠藥 坊間有不少方法聲稱可以趕走失眠 街坊門, 有什麼辦法? 看書通常都會有幫助 看故事書之前才睡 有沒有幫助你? 有的, 有時候 心機, 聽心機通常都會睡得著 是嗎?為什麼? 對, 盡量開小聲 盡量很小聲…就會睡得著 聽音樂吧 真的可以? 聽什麼音樂呢? 輕鬆一點的音樂 街坊也覺得自己的方法很合理 不過有些就有點不合理 在外國, 一個哈哈哈哈佛畢業的醫生 發明了四七八呼吸法 還說60秒內人有睡意 四七八呼吸法究竟是什麼? 是吸四下, 吸七下 但是八下忍著, 氣不吸? 讓我嘗嘗 其實四七八呼吸法病不是這樣做的 我們在心裡默想八秒 在第一至四秒的時候 我們就用鼻吸進去 在五六七的時候, 我們就忍住氣 接著在第八秒的時候 就用口鼻一次敷出來 不如現在嘗嘗一次 好 我幫你數 好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對了 醫生說大家失眠的時候 可以嘗嘗重複做幾分鐘左右 剛剛試完這個呼吸法 其實也有點難度 其實它是一種行為的模式 令我們可以把我們的精神 專注在我們的呼吸上 令我們可以調整我們的呼吸速率 和增加一些閉氣環節 慢慢慢慢我們可以增加 我們的腐膠感神經的活躍程度 從而可以令我們人身和心 都進入一個進入睡眠的狀態 就會比較容易噴上 近年還新興一種精氣眼罩 打開後有瘟熱感覺 還有不同的氣味 好像婚衣草味、玫瑰味一樣 聲稱可以舒緩眼睛疲勞 令人放鬆心情 人們用精氣眼罩是否真的可以用? 其實每個人的習慣都不同 有些人只不過是相信做了一些事 令自己一定能睡得著 如果令自己可以放鬆得到 覺得舒服的話, 就可以了 那街坊門說的方法 就是看書、聽收音機、聽音樂 又行不行嗎? 其實剛才所說的, 每一項 其實都沒有科學的證據去支持 只不過是你做了一些事 令自己放鬆、舒服, 就已經有效 不過有些行為真的要避免 例如沖過很熱的熱水涼 甚至乎跑完步, 立刻睡覺的話 有機會會增加我們的腎上腺素的分泌 令人處於一個亢奮的狀態 其實更加難以睡著覺 明明試床褥的時候很舒服 怎麼馬上回來睡了兩天之後 感覺就變得不同了? 真的嗎? 一張適合自己的床褥 直接影響睡眠質素 如果太硬或太軟 都會導致我們肌肉繃緊或疼痛 不同重量, 體型的人 對床褥的要求 原來都真的不一樣 其實怎樣才可以選一張 適合自己的床褥呢? 首先你先躺在床上 好 選床褥有兩個客觀的標準 試試試塞在手上或腰上 能否塞在腰上? 有一點難度 那就對了 一張好的床褥 應該貼伏到整個人 應該沒有虛位在腰上 第二件事, 你要看一看 耳孔、肩膀、盆骨、膝蓋和腳顏 這幾點是否整條直線 跟這張床褥是平衡的 即是說明這張床褥的承托力足夠 保持到你一個自然的體態 即是你的肌肉 就會保持一個很放鬆的狀態 看完這兩個客觀標準之外 第三件事, 你就要問一問自己 這張床褥是否舒服 另外, 選床褥 還要在早上精神狀態 最好的時候選擇 因為你想想, 當你累, 下班時選擇 差不多把床褥都覺得舒服 現在有些床褥有雙彈簧設計 聲稱可以增加承托力, 保護脊椎 亦有床褥的內棉 經過歐洲環保一級認證 不會釋放致敏原 減少皮膚敏感機會 睡也會睡得好一點 不過, 一張床褥 通常六至七年就要看有沒有凹凹 如果有, 會影響承托力 那就可能要換一下床褥了 除了床褥, 原來枕頭 也一樣影響我們的睡眠質素 真的嗎? 你現在睡枕頭的位置是不對的 是嗎? 因為枕頭應該再睡低一點 把你的頸部搏得住 因為枕頭的設計 就是要保護頸椎, 托著它 令你的頸部睡覺時不會圓胸 令你的頸部肌肉疲勞 影響睡覺的質素 他還要補充 選枕頭最重要是高度 睡覺的時候 耳孔和肩膀要盡量成水平線 差距要在一個拳頭位之內 其實要睡得好, 真是一門學問 其實最重要是 我們要注意睡眠的環境 有些人習慣開著燈、電視睡覺 其實有些研究顯示 原來有些光線 也會影響我們的退黑激素的分泌 會令我們即使睡了十幾個小時 我們好像整晚做夢 第二天起床時很累 所以在睡覺的時候 就盡量不要開燈、開電視 還有, 訓練我們的腦 一看到張床就要想起睡覺 原來也很重要 所以不應該在張床上做其他事情 就是什麼? 例如用電話、看書 睡眠質素直接影響我們的生活 大家不要忽視 Ashley, 我看你的樣子 經常用光換髮 應該很少失眠吧? 又不是, 因為我個人很容易緊張 一緊張的時候, 我就會睡得不太好 緊張? 那你昨晚知道 今晚月同學這個英俊開廠 你就昨晚失眠吧? 是呀, 我真的很緊張 我多擔心你不記得那些稿 也是合理的 所以下次失眠 你其實可以看著股市 找一下錢也可以 尤其是現在我們開了個 二十四小時的財經台 財經界名嘴 TVB高層 以及一眾客戶兒子一堂 因為有喜事宣布 85台J5頻道 將會以全新財經資訊面貌 跟各位觀眾見面 今天我們是建設 全香港第一個免費電視 全24小時的財經台 其實這個世界裡 都不是很多地方、很多國家 是有24小時的財經台 在免費電視的地方裡 現在我們就建定了 我們的85號台 或者現在的J5台 會在8月15號 將會變成香港第一個 免費電視全24小時的 無線財經台 到時, 無線財經台 將會有一系列自家製作的節目 提供科方位 最新最快的財經資訊給大家 記住留意 8月15號 無線財經台 今晚8點在BIGBIG Channel 有麥玲玲師傅登場 她早上一眾女士 都是有情飲飽 所以第一次 就教大家如何吹谷愛情運 教大家如何捕獲男神的心 所以不要妨礙我下班 我要看玲玲姐 你看到差不多就可以直落了 因為9點 就是我們的麻雀王的小組賽 第2擊 這次我們就有莊師明 歐陽巧瑩 李耳文和吳嘉儀 坦白說 我也想擔定鄧仔 看這一場比賽 而我並不是很懂得打麻雀 所以我參加了BIGBIG Channel 的另一個比賽 就是打遊戲機 是打這個足球遊戲 所以你不要妨礙我下班回去練機 就是這樣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拜拜 拜拜 一隻、兩隻 竟然將幾十隻活生生的帳簿 旁塞入背囊 跟著鬱到臭 就這樣靜悄悄走私大過關 你吃了都不知道, 留意東張細望 好, є死你旁 ли'T有限太陽 對於陸山南南亞 Бы有充滿 對於陸山南亞 貼、臭 小�위